今天中午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通过官方微博声明 俱乐部始终无条件支持中国男族而李铁所言都是个人观点 今天下午事情又有了最新的进展 当事双方李铁和郭炳言双双出现在中国足协 我们来看驻京记者刚刚从中国足协发挥的独家报道 在昨天李铁在发布会上炮轰国足领对郭炳言之后 在今天整个事情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反转 不仅是我从青黄岛是赶到了中国足协 而且今天下午李铁本人也是在华夏俱乐部董事长叶军的带领下来到了中国足协 而且郭炳言这个国足的领队也是从昆明返回了北京回到了中国足协 蔡仁华余红尘都是来处理了此事 下午四点李铁在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董事长叶军的带领下来到中国足协 并直接走进了足协领导余红尘的办公室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 而不久之后事件的另一名当事人国足领队郭炳言也是来到了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的办公室 在场的还有中国足协新闻办的两位负责人董华和黄诗威 蔡振华在办公室内严厉的批评了郭炳言声音大到楼道里都能较清楚的听见 期间从俱乐部的角度考虑从李铁的角度想想国家的利益等词汇多次出现 整个过程长达20多分钟 之后郭炳言走出蔡振华办公室进入余红尘办公室和等在那里的李铁以及夜军见面互相致歉 20分钟后双方共同走出足协并接受了五星体育的独家采访 提醒了 谢谢了 没事 反正我跟李铁我们也说 可能因为太熟了 说话都不讲就分寸了 可能彼此说冒了也正常 如果李铁也好 俱乐部 夜中都赶过来了 也说这件事 包括早晨 就是航母出身嘛 有一个方式方面会有条件吗 肯定我也好 我刚铁的说也好 咱俩都得吸取点教训 冲动是魔鬼 主动过来 昨天晚上冷静下来的就缓过来了 这实际上就是一句话真是冲动是魔鬼 然后本来跟郭领都是很多年的好朋友 因为太熟了 然后大家都是在为了把工作做好 然后这个事情确实我没处理好 然后本来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刚刚来 昨天实际上就跟郭领在取得联系 然后今天直到他回北京 然后就主动过来跟郭领当面道个歉 首先我们俱乐部 包括我个人来讲 肯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则 就是首先要全力以赴的支持国家队 昨天在新闻发会其实我也表态了 所以国家队的利益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力的支持国家队工作 之后 叶军和李铁乘车离开足协 郭炳也得到了改正工作方式的机会 可以说 李铁炮轰事件从发生到双方和解 整个过程不到20个小时 中国足协这次算是比较好的处理了一次危机 在12强赛备战阶段 既能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 也能暴露队里的问题及时改进 可谓赛翁失马 阴枝飞福 记者陆明 北京报道